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隊長VL 這一天我就在荃灣搭82號的小巴 去到這個菠蘿坡,準備行針草帽 會沿著斜路,大概行1.2公里 就到達這個燒烤場 整理一下之後,我們就會正式起步 其實一直都好想買幾條長途的山徑 拍一些短片分享 早前拍了麥理浩徑4段至10段的路線 但始終都是早期的製作 拍攝的效果比較差 配樂又控制得不好,令大家都聽得很辛苦 趁這幾天有時間,天氣開始涼了一點 就上來逛這個針草帽 順便開始我這個長途山徑的短片介紹 由菠蘿坡來到這個位置,大概1公里 跑著上來來到這個位置,去燒烤坡 先弄一下 走完燒烤坡,出來之後 來回燒烤場的位置,看看路線 麥理浩徑6段就在這邊下來了 下來了之後 我們會沿著左邊的7段方向 開始針草帽之內 一路正式開始這條針草帽的路線 一路走一路講一講大距離路線的資料 這條麥理浩徑的針草帽 全程16點多公里 涉及麥理浩徑7段和8段 我們現在走的第7段 由燒開場開始去到圓礦坡 就是這個第7段的分段 全程6點多公里 主要是橫跨針山和草山 而這段針草帽 也是一段很出名的粗練路線 很多朋友貪的方便在這條粗山 如果有玩開山採平 都會聽過7887 7887是什麼呢 就是來回針草帽兩次 沒有人覺得這條是一條非常之正的 操練路線來的 交通又方便 如果練速度或者練心肺 就相當之好 但如果練技術 這個難度 如果以玩山來計 就差了些少 說麥理浩徑 就很難將它和這個偽行者分拆開來講 很多人會在一起講 無他 主要整理路線 基本上是困著這個麥理浩徑來走 那說回這個偽行者 就講一下我 想當年參加的故事 其實之前也講過 不過這樣有路走路 再分享一次 其實我走山做運動的資歷 是很淺的 大概十幾年前才開始第一次的長跑活動 話說在2011年那一年 就剛剛完成了第一個傳馬 跟我家人聊天 我一直都很想玩偽行者 其中我弟弟就說他的朋友 有隊 但一隻小人 問有沒有興趣去加入玩 那我當然是有興趣 又都玩 那就踏上了我這個偽行者之旅 當時認識這群偽行者朋友的時候 其實時間已經很短 大概是在八月島的時間 那十一月比賽 那其實只有兩三個月時間去操練 和大家認識 最主要的是 我沒有走開山 這樣才是大劑 但自己都不太擔心 那一刻 其實自己都叫跑過三個的傳馬 就以為自己都很棒 有些跑步底的經驗 一百公里走山 難得不到的 按著頭皮一起去吧 當時第一次操練 記得因為操物理學的二段 即是西灣 赤徑那一段 那時候也挺開心的 有海景 挺漂亮的 如是者之後再操三四段 即是雞弓山和基維爾營那段 對一個沒有走開山的人來計 慢慢就知道 開始糟糕了 越走就越辛苦 但時間又只有這麼多 都沒得急 所以操練得幾多 就只有幾多 去到正式比賽日 其實西斗麥林號徑 是還沒走完 只是由零零一個牌 即是北潭蔥 走到去 應該是走到去金山 的路段 走過之外 大概六十公里 後面四十公里 是完全八字一張 那當時的隊友就跟我說 可以的啦 隊長你OK的啦 你跑開步沒有問題的 走到三四段之後 有些沒難度的啦 放心啦 隊友之間是要互相鼓勵的 但是互相鼓勵之間 難免會有些謊言 但我竟然天真到 相信他說的一切 以為之後也是沒有了道的 結果去到這個針草帽 就大大劑啦 好 剛才說到 在沒有走過針草帽之下 去走這個藝衡者 來到這個針草帽 就是大劑 有多大劑呢 就是這個位了 當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的隊友跟我說 我們要走上這個山的時候 我嘔嘴 我以為是開玩笑 我真心以為是開玩笑 然後說真的要上 那一刻我問他 你又跟我說 最難的那些已經走了 三四段最難的 為什麼要上這樣的山 那時候 大家無言以對啦 唯有默默地走上這個針山 一路上這個針山的時候 又說說這個針山 其實我告訴你 幻覺而已 嚇我們不到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它好像很直 最主要是一條路 讓你見光 之前的路 或者之後的路 攀升多過這裡 應該都大有存在 只不過轉來轉去 你看得不清楚 而已 還有如果用藝衡者的角度 來到這裡 都應該有60公里 過外 累得很正常 剛剛走一些比較容易的路 又再開始上一個尖尖的山 難免會比較洩氣 來到這裡 為了前方 我們已經看見這個針山頂 為什麼這麼快開機 不上來才拍呢 想不到今天很熱 還不是很多人 其實還未上到頂 看外面的風景 已經很美 整個城門水塘 看得清楚 今天沒辦法 那些霞氣 有口雲 這個城門水塘 我一直都覺得是 TOP3 一定要數到這個水塘 甚至我覺得比這個千島湖 更正 看回後方的 現在我的左手邊 就是下城門水塘 一個人氣比較低 但我覺得也是值得去逛逛的水塘 看完兩個水塘之後 我們就上我這個針山頂 剛才說的比賽 針山不得不提的比賽 就是針山十燈 即是來回十次的針山頂 是不是很瘋 剛剛的針山頂 實在太多人 只可以匆匆地拍一拍四周的風景 然後急急地下山 從這裡到直升K坪 大概是1公里左右 可能不太夠 我都沒有正式度過 你說跑比賽下山 就沒什麼難度 如果你說平時少行山 這段路會有少少崎嶇 尤其是下雨 就小心一點慢慢走 都不是太難處理 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來到這個圓咕嚕的直升機坪 應該是直升機坪 雖然這裡沒有H 我們就進入草山路段 針山就結束了 針山這段很短 雖然這裡都是寫著針山段 我就當入草山了 這段路基本上是麥里浩徑裡 比較容易走的一段 雖然長 但大部分都是石子林路 正如我之前所說 沒有能力的朋友在這裡回氣 有能力的朋友就在這些路上拼命 做不做得好成績 都是看這些路段跑不跑 一路上這個草山都跑不動 急行的時候又吹吹水 其實玩比賽 抄折景人 大有人在 本來沒有辦法 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去捕捉一下自己的勝利感 成功感 壓身邊的朋友 有時就會抄襲自己 在山上這麼大 也很難一一可以檢查到你 除非你是前列選手 但會安排你跟一個追蹤器 如果不是的話 要騙自己 其實就非常容易 過完131 在武內 我們會看到 那條分支路 到沙田市鎮 這條是一條漂亮的路 可以到火炭沙田 跟渡風山方向都可以 之前有幾條片 我介紹過 一條很漂亮的路 容易走的 如果有朋友想走到那裡 故要撤退 或是想方便 在近自己住的地方上山 這些路段都可以考慮 OK 那我們繼續向前走 來到這裡有個分岔路 要注意 直去是城門水塘 如果我們上草山過圓礦咬 就要轉右上山 說到比賽 我又突然想起偽行者 之前有留言 我聽見有些朋友 大致上 偽行者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回事 我不是說不厲害 從從未試過 到挑戰自己完成 的而是一件很值得讚賞的事 我都不知開心了多久 當日完成了 但如果回頭看 究竟有什麼難完成的事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不是的 為什麼不是很難呢 因為偽行者的限時 其實有四十幾個小時 只要大家有毅力去嘗試 我相信所有人都有機會做到的 來到前面 又見到一個分岔路口 這個重要分岔路口 左手邊可以下圓礦咬 右手邊就上草山 這條是一條大捷徑來的 如果你走這裡下圓礦咬 和你上山是差很遠的時間 很多人為了達購 達到目的 連自己都騙了 就一直堆下去了 過得到人 都過不了自己 除非你是一個沒有良知的人 為了達到目的 連良知兩個字都不懂得寫 那就沒得說了 如果不是的 就算你做得好成績 之後你都會覺得成績是假的 不是屬於你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體驗比賽 就千萬不要做些傻事 你自己後悔 過完一三四個牌 大家要留意一下 右手邊 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小草坯 直進去就是X石的位置 我幾條片介紹過X石 就是從這裡走出來 如果你想簡單一點 不想走一些難的路段 就在這個位置進去 一樣可以 走一百幾十米已經到 來到這個位置的盡頭 看到一個箭咀寫著 圓礦咬 右邊上草山 這條路大概上一百幾十米 就會到草山的山頂 之前有兩條片 我去草山都上過去的 標高處360度的景觀 都相當不錯 再直到大埔咬那邊的方向 今天我就不會過去了 就會沿著這個路況 落到圓礦咬 即是說這段 七段的草山段的石屎路 走完 我們要回到山路 如果沒有記錯K嶺 就會到圓礦咬 的洗手間位置 稍試休息 在那裡再上大埔咬 由草山頂 分支位 來到這裡大概 八百多米 右邊是通往大埔咬 這裡寫著大埔公路 六公里 之前有條片說 在大埔可以100%石屎路 去到葵涌 就是經過這裡 到城門水塘的林魯段 我們現在就轉了 繼續延續這段 麥蟻號經 七段的尾聲 再轉多個彎 就會到圓礦咬 要抹一抹麵 喝口水 再正式上大埔山 來到圓礦咬的洗手間 和休息亭 本來要休息一下 但看一看 現在已經是五點半 由於時間非常緊迫 希望六點半 全可以去到大帽山 山頂的波波位 變了不用摸在山上 現在就不休息了 直接搏上去 離開圓礦咬 上麥蟻號經八段 在大帽山方向 又一路走去沖沖水 這段大概是九公里島的大帽山路段 其實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上山 另一部分是石屎路落山 大帽山 話畢是香港最高的山 我又不敢說它不難走 但我又不想像中那麼難 雖然高度是攀升高 但一般起步點 都不在零點的高度開始 而且它有這麼大的山 比例去攀分它的高度 實質上慢慢走 又真的不是太辛苦 大帽山高9757米 是香港最高的山 我想很多人都會知道 但其實又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最高的位置 大部分人都是進不去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一個 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其實應該去大嶼山的鳳梨山 就更加高於大嶼山 離開一個休憩庭 我想大概走了幾百米 五百米左右 我猜 我們就進入了一個石林的路段 這裡基本上 如果未來過 就可能覺得哪條才是路 實質上條條都是路 只要你沿著石與石之間的路 一直向上走 就會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不用太執著 擺左還是擺右 只要你看到一些石 好像這些 好像有梯級 那你就走 大方向對著山頂 這樣就可以了 過了一段石林之後 其實路況就更加開揚了 大嶼山好走的地方 其實它都是大部分的路段 是很開揚的 天氣曬的 不能說 如果不是呢 清風送爽都幾正的 這路飛著花鏡走這段 物體後見到八段 找些東西聊一下 如果不是就是看這條影片 這樣飛就很開心 那呢 講一下第一次的個人比賽 這個Hong Kong 100 就是講來到這個 吳大嶼山這一段 那是第二屆的Hong Kong 100 應該是2012年 第一個個人的長途山賽 再加上就是要橫跨夜晚 那西連的都是正正經經去面對這個比賽的 那我記得來到這一段的時間 大嶼山是出名的什麼呢 就是大嶼的 它是未知下雨 但是呢 是非常大嶼的那天 剛才上石林那段路 基本上已經是看不到前面的石 只是遠處見到一些反光帶 那就是不斷反光帶的方向向上隊 剛才我說的概念就是 總之向上行就對了 那不斷向上行 那來到近四方山那段 那段呢 大嶼到不得了 其實是身手不見指 不是形容詞 是真實情況來的 那死了 開了頭燈 這樣看不到路 那又怎樣呢 人一看不到東西 那個信心就會變差了 究竟左邊會不會懸崖呢 右邊會不會跌死呢 第一次晚上玩比賽 夜三不是沒走過 但是晚上比賽第一次 比賽人始終是急的 那到最後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沒有路 那就是呢 你的頭燈照到地上的時候 其實如果那是水來的呢 是水的話呢 是會反光的 那如果是有大霧 還有有些少許的雨粉 地上是濕的 即是說 如果你看到地上是反光有水的呢 那也是告訴你 前面呢 就是路來的了 那當晚的感覺呢 就是用這個方法呢 走了一段路 就去回四方亭那裏 那當然啦 越玩得久就越有經驗啦 那懂得去怎樣判斷路 那些年都是第一次過人的夜晚山賽 那經一事掌一致之後 發覺其實頭燈是很重要的 那如是就之後都沒有換到頭燈 那但是再隔一兩次的比賽呢 那經驗之頭就是 頭燈一定要夠溫度 夠光 那你才行得安心的 來到這個位置呢 我到達了四方山 我叫這叫做手指石 在這個石後面 有條路可以通返去燕岩 和走馬江 落回大埔方向的 就是這個牌的後端 那我們呢 就繼續沿著馬頭經直去的 那天都開始灰灰暗暗了 現在大概六點二三左右 好 繼續走 其實呢 我覺得對這個四方山不公平 明明是經過針草四母的問題 但是要跳過四方山就這樣針草母的 講真句 草山都沒有上山頂 反而四方山是到頂的 為什麼要留了它呢 不明白 來到這個位置呢 到了四方山的落山位置 那這裡呢 一落回沒多久 就會去到四方亭的位置 一般人呢 都會當這個四方亭 在這段大武山 麥理學院的八段 一半路程 那是不是一半 我就沒有正式度過了 當它是 都應該差不多 那 有些指標的 有些人說一個小時左右 到達就差不多 那這些就沒什麼考究的 那我大概是九個字 二至過半小時 上到來這個位置 都算合理 好 我們來到四方亭 那我們會直去的 這個亭後面的路 是落回不同寨的方向 那很多條片 或者很多朋友上來 這個四方山 都是用這條路 從大埔那方向過來 有興趣可以看看 那我們爭取時間 就不休息直走 因為現在呢 已經是入夜的六點四個字 我剛才在懸礦咬 就是五點半 即是用五十分鐘 過度這個艇 那我估計 這裏落到去連者 那裏 就是全錦咬位 都要一個小時 希望不用了 那大家記住 剛剛上山 一定要戴頭燈 OK 我也有戴的 來到這一段 應該算是 但是沒有山段最斜的一段 那就是喜歡連下跑斜路 那當然跑上去 那為什麼我跑一跑一下 駕駛慢鏡呢 因為武器跑不了 OK 那唯有慢慢走 那天黑暗了 現在應該六點半 是一段 那還有大級公里 就到大帽山的波波頂了 那這段路呢 是去到大帽山的波波前 大概五百米左右 那沒有辦法 走得慢 沒有辦法 在完全黑暗之前 去到大帽山的波波頂 那之後都未必拍得到什麼效果 那先說抱歉 預料預料 今天走到尾 都是會入黑的 但是 想著可以在入黑之前 就去到大帽山的波波頂 那沒有辦法 順著去 再看看現在的時間 原來是六點三十六分 六點三十六分 那天已經 已經拍到這樣的情況 那沒有辦法 做幾天已經是中秋節 那開始 日暖夜長 都是正常的 那其實去到大帽山的波波頂 下山就沒有什麼好拍的 一條 屍屍一路 那樣 那不拍有霸 那下去這個 全錦咬 再做一些簡單的總結 現在大概是晚上的六點四十分 那 前方黃色光的位置 就是大帽山的波波天文台入口 那 現在就到達了大帽山的山頂 那 我們就 擦身而過 就轉了下山 那 今天走得慢 拍不到個 天朗氣清的大帽山頂給大家 先掌握大家 下一切再上來 那 現在就沿著這條路下去 大概是四點五公里 那 就落回全錦咬 沒有什麼好拍的了 就算日光日白 都是飛著快鏡一條CZ路 那 給我藉口 我就關機不拍了 那 那 那 之後再在畫面上做一些資料補充 那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這條 麥理浩徑七八段的分享 欸 打完這個牌先 一四七 OK 那 雖然上次畫了會陸續拍了整條麥理浩徑 斷斷續續都是停下來 還沒拍完 但是 來緊抽涼一點點 那我都會多一點點長貨 順便拍一些長途山徑的片 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起碼不要像我上次這樣 走這個遺行者 竟然在初年裡 是沒試過走針草帽的 那很大劑 如果想當年有人拍了片 分享給我的話 也有一點心理準備 OK 那來到這裏就關機了 下次再見 拜拜 晚上7點25分 終於來到全錦咬的時多位置了 來到這裏最煩的地方 就是行日 這個51號巴士 到荃灣 整個小時才一班車 現在呢 大概都在等半個小時過外 如果這條片看到現在 你們都還沒剪的話 真是充實粉絲 多謝了 先 黑盟蚊可以頂到這麼久 沒辦法了 這巴士呢 還要整40分鐘才來 這樣就迫著要跑去這個 這個村龍搭小巴走 既然大家這麼支持 就送兩公里的圖程給大家 陪我一起跑到村龍搭小巴走 記得留個言給我 告訴我 你有份陪我一起跑到村龍搭小巴 OK 多謝了大家 下次見 拜拜 好 從來 好 好 好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